4月30日晚,电影《复仇者联盟寺》中局之战里饰演星爵的美国男演员克里斯普瑞特现成香港出席某品牌体验馆活动 克里斯普瑞特一现身,就引起在场粉丝的一致欢呼声 粉丝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克里斯普瑞特也频频向粉丝们挥手致意,做出欢欣及生气等搞笑表情 克里斯普瑞特在漫威影业的超级英雄电影《银河护卫队》、《银河护卫队2》、《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复仇者联盟寺》、《终局之战》中均饰演星爵 演绎这个同时具备人类与外星种族基因的物种 它拥有超强的体力、耐力和敏捷力,保卫银河系 星爵在场坦言,一场世界级的大型电影的背后,演员们都付出了心情的努力 《组局之战争者军战争》是一个草莓的大举行 抓了近200天的时间 而且是几十年的节奏、再次播剧工作 会有多大的演员、很多的节奏 非常有点难 但,其中的一个有点麻烦的活动都是因为家人創造预作地 让我们快到来这个空间就发动了 从美国来的克里斯普瑞特下飞机后 可能暂时未能适应香港较热的气候 多次在场擦汗 不过辛爵表示她非常喜爱香港 并透露了未来的演艺计划 准备拍摄银河护卫队3 记者看到演员及歌手钟嘉欣 以及任大华的夫人琪琪等香港知名人士 均在场拿出手机和星爵合影 据了解 复仇者联盟寺终局之战 近期在全球大火 内地4月24日首映里的电影票 很多被炒到几百元一张